现在啊咱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数据处理好了是吧 大家估计有点等不及了是吧 终于把这个数据处理好了 数据处理完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用机器学习算法啊 来完成咱们这个实验了呢 咱们之前啊说过了咱们这个数据的目的啊 就是说咱们要进行一个预测 哎看一下咱们这个船员啊 最终到底是被获救了还是没被获救是吧 也就是说咱们要做这么一个二分类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说咱们使用这个SKLEARN啊 也就是这个SKLEARN 咱们使用这个库啊 该怎么样对咱们这个数据啊 做咱们机器学习的算法 那么首先呢咱们这里啊 先选择一个最简单的算法是吧 线性回归啊 因为这个算法求解起来非常简单 咱们先啊把通过这个SKLEARN这个库啊 把咱们这个线性回归这个方法导进来 导进来之后呢 咱们还要再导一个东西啊 叫做Cross Validation 这个Cross Validation啊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这里啊花些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嗯也就是啊 咱们一个机器学习算法来了 咱们是不是说要通过咱们的数据啊 对这个算法进行一个衡量是吧 衡量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算法 它的一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么咱们啊该怎么样进行衡量呢 首先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数据 哎来了它就是啊 比如说现在一共有一百个样本 然后呢咱们啊去进行数据的衡量 咱们不能说只把你这个东西啊去训练一遍 咱们不进行衡量是吧 那么咱们衡量怎么衡量 咱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啊 一般切成两部分是吧 一部分用做这个训练级 另一部分呢用做测试级是吧 哎但是啊大家想一想 对于这种算法来说呀 对于机器学习算法来说呀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要有一个不断调参数的过程是吧 比如说K进行你要指定K 哎然后呢你这个 你这个决策数啊 你需要指定树的一个深度啊 随机森林呢 你要指定这个你要指定 需要多少个树来构造这个森林是吧 咱们这些参数怎么选呢 所以说这里啊 咱们需要一个validation 叫做val 我用validation validation的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还需要一个验证级是吧 验证级就是说 咱们通过验证级 要去调节一下这个参数了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这里啊 我看咱们之前引入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咱们引入的叫做cross validation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一个交叉验证 那么交叉验证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啊 首先咱们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训练数据级 分成三份是吧 比如说我先标号 一二三注意啊 是把咱们的训练数据级 分成三份 而不是说把训练数据级和测试数据级 一共分成三份 咱们这个测试数据级啊 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东西啊 咱们不要动 咱们啊 动的只是咱们这个训练数据级 一二三这三份 然后呢 对这三份啊 咱们要做一个交叉验证 交叉验证的意思啊 就是说哎 比如说咱们可以做 用做三次交叉验证吧 一二三 第一次呢 咱们是使用这个一二号 一号和二号样本 做咱们这个模型的训练 然后呢 使用这个三号样本 哎 去测试一下 你一号样本和二号样本 训练的一个好坏 然后呢 第二次啊 咱们使用这个二号样本 和三号样本 做训练 拿一号样本 哎 去测试一下 现在的效果怎么样 那么最后呢 咱们可以使用一号样本 和三号样本 做测试 二号样本 做validation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样一种形式 完成了一个交叉验证 是吧 那么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 三个准确率 是吧 哎 一号一号准确率 二号有二号准确率 三号有三号准确率 是吧 最后呢 哎 对他们啊 进行一个平均化 就是说 咱们啊 这个模型的好坏啊 不是说通过一次 哎 咱们这个测试来的 咱们是通过多次 这样交叉验证 最终平均得到 现在模型的一个效果 是吧 那是什么 就有可能就是说 你这个三号样本里啊 可能存在一些误差数据 是吧 那么咱们啊 拿三号样本 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可能导致不准 但是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种交叉验证啊 使得咱们这个 咱们现在得到的结果 更趋于一种平均化 更稳定一些 那么这个 就是咱们引入 这个cross validation的意义 现在啊 咱们把这个 线性回归这个库啊 和交叉验证这个库啊 都引进来了 接下来啊 咱们就可以对咱们刚才啊 处理好那个数据 哎 来做这个线性回归这个事了 那么首先呢 咱们啊 就是说 哎 一个机器学义算法 它是不是需要一个输入啊 它输入什么 它输入是不是说 咱们需要给它选定一些特征啊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是说 哎 通过这个例子的选出来了 咱们一会儿啊 输到咱们这个 机器学义算法当中 是吧 咱们希望什么特征啊 首先你这个passenger ID 哎 这项你不是输 这项肯定不是咱们输入特征 是吧 它只是一个编号值 然后呢 这个survive这项啊 它是一个label值 所以说啊 它也不是咱们输入数据的一个特征 我们一看啊 就是说 嗯 在咱们这个输入数据特征当中啊 咱们选择了 船长的等级 然后呢 它的性别 它的年龄 嗯 它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它的老人孩子有几个 这几个特征啊 一会儿就要做这个预测了 然后下面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怎么用这个scaler啊 来做这个机器学义算法 可以看啊 就是说 咱们啊 现在通过这一行代码 就是把这个陷阱回归啊 导致出来了 是吧 我们看 用一个叫做alg的变量 让它呢 等于这个线性的回归 然后呢 这里啊 我用一个啊 kflow的 kflow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刚才选择这个交叉验证 是吧 在这里 咱们可以选择 哎 做几倍的交叉验证 是吧 比如说 咱们想做三层的交叉验证 咱们就把这块写成三 是吧 然后啊 这里就是说 交叉验证啊 咱们还需要输入了 就是咱们数据样本 有多少个 是吧 这个.shape的意思 就是说 .shape 咱们得到结果是什么 .shape得到的是一个 m和n的二元组 那么得到这个 m和n的二元组之后啊 咱们这个shape 我们指定 它的第0个 就是咱们这个m 也就是说 咱们样本有多少个 嗯 这行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把m个样本 平均分成三份 是吧 咱们要做这一点操作 然后呢 对于每次切分啊 对于每次切分 什么意思啊 就是相当于啊 你是取这个 一号样本和二号样本 然后做训练 三号样本 做这个验证 是吧 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是做了一个 三倍的交叉验证吗 咱们所以说啊 有三次的复循环 每次的复循环呢 都要去建立 这样一个回归的模型 我们一看啊 在每一次的循环当中啊 首先 咱们先把这个 先把咱们的这个输入数据啊 给它拿进来 是吧 输入数据是吧 这个 这个变量代表咱们的输入数据 输入数据呢 就是说 首先 咱们对原始的数据 取到 咱们刚才说 拿到的那个 这些特征是吧 把这些特征取出来 然后呢 取出来之后啊 因为咱们在数据当中啊 是有春 有test的是吧 就是说 咱们不做交叉验证吗 咱们需要把春的这份给拿出来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把咱们的训练数据给拿出来 那么下面这行代码呢 就是说 咱们刚才啊 把这个data拿出来了 咱们是不是 还有一个label 没有拿出来是吧 咱们需要告诉咱们的算法 它的一个真实的label 是有多少的 真实的label呢 就是这个 survive这列 是吧 从这个数据样本中啊 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01 01的值啊 代表着咱们的一个label值 咱们用这个01的label值啊 来代表着咱们的 一会儿记忆学习算法的一个label值 然后啊 下一步就是说 你把你这个train data 还有你这个train label 都拿到手了 咱们就可以用咱们刚才这个变量 咱们刚才的变量 是不是说 它是等于线性回归啊 咱们就让这个线性回归 应用在咱们这个数据上 是吧 通过一个.fat .fat的意思啊 就是说 把咱们刚才选择这个算法 应用在咱们当前的数据上 应用完了 咱们在咱们当前数据上 就是说 咱们去训练 咱们这个回归模型 训练完咱们这个回归模型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protect一下 就是说 咱们训练完了 咱们是不是说 要看一下 现在模型的一个好坏了 是吧 这个好坏怎么衡量呢 就是可以用这个scaler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protect 就是说 进行一个预测 是吧 进行一个预测 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要对什么样进行预测 咱们进行预测的是要对咱们的测试级 是吧 我们看 这里分了一个train 一个test 是吧 train是用来咱们做训练的 test是用来咱们做测试的 是吧 咱们通过这样 通过这样一行代码 把咱们的测试级跑一遍 看一下咱们刚才的训练的模型 在咱们的这个测试数据上 测试数据集上 每一个样本测出来 它是被获救了 还是没被获救 是吧 那么最后 咱们把每一个测试结果 都导到这样一个历史里 咱们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是吧 可以说 咱们从这个代码上来看 用这个scalelearn crew 加pandas数据处理 想做这么一个 简单的机器学习案例 它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只需要 咱们先处理好数据 选择好特征 选择那么一个 咱们想用的算法 然后呢 对咱们的算法 进行一个多层的交叉验证 最后呢 把想用的结果 咱们给它判的进来 咱们是不是就完成了 这么一个机器学习的 这个事呢 是吧 然后啊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把这个测试集的 每一个结果都拿出来了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呢 咱们刚才说啊 咱们是做了一件回归的操作 是吧 线性回归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的label值啊 是从零到一的是吧 但是呢 咱们得到回归 既然回归的意思呢 就是说 每一个 每一个咱们预测值啊 都要去拟合这个 拟合到咱们label的一个区间上 是吧 咱们现在的一个区间呢 是从零到一的 所以说啊 咱们通过线性回归啊 得出来的模型的值啊 预测值 都是从零到区间上的 某一个值是吧 那么咱们该怎么把这样一个区间值 转换成一个类别的一个 类别的一个值呢 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既然 它是值啊 是从零到一区间上的 那么咱们就认为 它这个值啊 如果说是小于零点五的 它是不是比较接近一一啊 小于零点五的 它是不是比较接近这个零啊 所以说啊 咱们在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事啊 如果说呢 咱们预测出来的值 它是大于零点五的 咱们让它属于一这个类别 如果说呢 这个预测出来的值啊 它是小于零点五的 咱们让它属于零这个类别 是吧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咱们刚才的一个预测结果 看一看呢 咱们刚才预测结果 有哪些是属于一这个类别 有哪些是属于零这个类别 是吧 咱们做完了这个类别的归属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验证一个 咱们当前模型的准确率了 是吧 模型的准确率怎么判定啊 咱们是不是拿测试级啊 对它进一个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 输出了一对零或者一啊 是吧 咱们有了这个零和一之后啊 咱们就拿 咱们测试出来 结果跟咱们的给定的label值啊 再看一下数据吧 给定的label值啊 就是这个svive的这个值是吧 比如说当前的这个一号样本 咱们拿去测试了 它给定的label是零 但是呢 咱们预测出来啊 它是等于一的 所以说 那么是不是就说咱们预测错了 如果说啊 咱们现在的label值等于零 预测出来你也是等于零 是不是就是说咱们预测对了 是吧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判断 判断的方法啊 来去看一下咱们预测完的这些样本里啊 有几个跟咱们的label是一样的是吧 这个是咱们的预测值 这个是咱们的label值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看一下咱们预测的 和咱们给定的这个label啊 当中一共有多少个是一样的是吧 一共有多少一样呢 再除以总共咱们预测的个数 是不是就得到了咱们预测的一个精度啊 是吧 这个accuracy啊 就是代表着 咱们预测的一个准确率有多大 咱们运行一下 哎呀啊 运行的结果出错了 因为前面好长时间没运行了 有些中断了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呃 哪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准确率结果大概是78.3% 那么这个78.3的准确率啊 大家觉得是高还是低呢 我觉得还是偏低的是吧 为什么咱们现在只做了一个二分类啊 做二分类里懵你也能有50%是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用这个线性回归啊 来做这个分类这个事啊 它的准确率还是相对来说有些低的 那么咱们啊能不能用一些更高级的办法呢 比如说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用线性回归做这个事啊 咱们还要判断一下 咱们得出来这个回归值啊 是小于0.5还是大于0.5是吧 哎 那是有没有一种回归的方法啊 能让咱们直接得出来这么一个概率 就是说直接得出来 它属于某一个类的概率值呢 是吧 咱们能不能得到这个东西啊 哎 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啊 在咱们机器学习算法当中啊 还有个东西叫做逻辑回归是吧 这个东西虽然叫逻辑回归 但是起始上呢 咱们一般呢 都拿这个东西啊 来做分类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来用这个逻辑回归啊 其实啊 用这个逻辑回归啊 跟用这个线性回归啊 在咱们这个SKT Learn Crew里啊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是吧 还是咱们这个ALG的变量 只不过说呢 让它呀 等于咱们这个逻辑回归算法 然后呢 还是这个Cross Validation 我们通过这个Cross Validation啊 对咱们 对咱们刚才数据啊 还是做相同的 这样的一个 多次的一个交叉验证的方式 只不过说呢 这里啊 咱们选择的方法变了 是吧 咱们这回用逻辑回归来做这件事 用逻辑回归来做 咱们来看一下结果 能不能发生一些变化呢 现在打出来结果啊 就是说还是0.78几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呀 用这种回归的方法来做呀 哎呀 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是吧 哎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回归的方法 好像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是吧 它只是从数据的层面 去找出来 哎 那么最好的一些拟合的曲线 是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哎 咱们机器学习当中啊 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层次的算法 比如说一些集成的算法 哎 或者是一些稍微复杂一些算法 咱们再拿这些复杂的算法 来做这个泰坦尼克号 预救的事啊 能不能发生一些变化呢 下面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事 然后来看看我们的故事